黑衣人一下車就開始瘋狂掃射 嚇得一旁騎士趕緊閃避 但由於路段塞車 導致車輛在車陣間動彈不得 無法及時逃離 開箱完畢後 槍手立刻坐上計程車 隨即逃之遙遙 穿上黑色上衣 頭戴安全帽的男子 就是開槍掃射的流性槍手 沒想到他開完槍之後 火速趕往附近派出所投案 看似早有預謀 拉起封鎖線建設小組 來現場進行搜證 鐵卷門上的彈孔還粒粒在目 嚇得附近居民觸不進行 流行男子變稱自己先前 跟當鋪老闆有勞資糾紛 因為不滿被欺負 所以在二十號早上八點五十三分 搭車來到新北土城區的當鋪 二十五秒內連開四十二槍 九點十分載到大關派出所投案 你問一下那間當鋪 最後是不是有給幫人 當鋪的一個問題 針對這個區塊來講 我們在清查這個當鋪來講 其實他就一般的當鋪業者 但是針對蘇果 他還有涉及幫派部分 我們絕對積極查辦 有跟這個部分來講 因為我們查的方向非常多 我們不排除各種可能性 儘管嫌犯公訴是勞資糾紛 不過槍手有黑幫背景 公子企圖轉移焦點 背後真正動機恐怕是不單純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